马家树是他主要的军警单位 还有安保人员 都是一个比休克 其实马家树是非常好的一个实战格斗的一个技术 防身方面 他街头实战是很强的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会把实战混淆 比如说我们会说 你练拳击的练三打的 实际上拳击三打它属于竞技对抗 它是有比赛规则的 你站在擂台上 无论是打UFC 还有打MMA综合格斗 它都是有裁判 有标准 有规则 然后是有一定的限制 你不可以使用武器 你不可以去抠去摇 它都有限制 但是街头格斗不是 街头格斗属于实战格斗 你可能在街头发现 你真正跟对方对抗的时候 对方打不过 可能随手就拿起板砖给你一板砖 装沙子撒脸 对 或者是打着打着突然的嚷巴 酷口水 对 打起头就能咬你 所以说街头实战和竞技对抗 是有很大的区别